我出车祸死的那天 护士一遍遍打我老婆的电话 好不容易接通 她冷漠又烦躁的声音 却抢先护士一步开口 你没完没了是吗 我说了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做 你能不能别烦我了 很重要的事 是给她的前男友炖梨汤 结婚三周年纪念日那天 我赶着给老婆柳如烟制造惊喜 却在路上出了严重车祸 医院抢救无效 我死在手术台上 灵魂离体 我茫然地看着医生宣布我医学死亡 护士用我的手机 一遍遍联系我唯一的紧急联系人 也就是我老婆 电话能打通 但对方一直拒接 好不容易接通 冷漠又烦躁的声音 却抢先护士一步开口 警号 你没完没了是吗 我说了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做 你能不能别烦我了 然后不等护士开口 她又挂断电话 护士再打过去 她已经关机了 我在边上看着 只觉得又悲凉又急躁 柳如烟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做 连话都不让人说就挂电话 不给我收拾就算了 可她不知道我死了 万一几天不回家 嘟嘟会饿死的 嘟嘟是我和柳如烟养的宠物狗 出门前 我只给嘟嘟留了半天狗粮 柳如烟和我吵架 就爱冷战离家出走 几天不回家这事 她干得出来 我不安地担忧着嘟嘟 跟着飘回家 但一进门 我竟看到柳如烟系着围裙 正笨拙地拿着水果刀切梨 她动作很生疏 砧板上切好的梨块 有大有小 形状不一 可她的眼神那么专注 语气也是温柔又心疼 我听他们说梨汤润喉 我给你炖点梨汤 等会喝完嗓子就舒服了 温宇 以后别这样买醉了 温宇 我回头 才注意到沙发上坐着个 带着劳力士和我年纪相仿的年轻男人 男人听着柳如烟的训诫 突然挤不过去搬过柳如烟的身体 发痕地稳住他 呜 这一幕让我如遭雷击 我出车祸死亡 护士一遍遍打柳如烟的电话 他说他有很重要的事情做 就是和别的男人亲热 我捏紧拳头 下意识去揍抱着柳如烟的男人 大声质问他们在做什么 但我的手打了空 回应我咆哮声的也只有安静的空气 一种无力感蔓延了我的心脏 可我什么也做不了 是的 我已经死了 我什么也做不了 心里刺得厉害 我笑得像个傻批 柳如烟大学学的画画 毕业后也在一直做画师 他曾说手就是他的命 问我能不能和他一起保护好他的双手 我答应了 在一起这么多年 家里的饭我做 家我做 哪怕他挑刺 说他白裙子上的污渍洗得不够干净 说我做的糖醋鱼有骨怪味 问我是不是贪便宜买了死鱼 就像今天早上 他因为一盘苦瓜和我吵架 问我为什么把苦瓜炒得这么苦 我解释时间太赶 忘了抓眼 他还是摔门而去 但我以为 他是因为一年前没保住的孩子耿耿于怀 还是一直包容他 可我今天才发现 我呵护了五年 跟我说他食指不能摘阳春水的老婆 如今却放下在我面前所有的精识骄傲 为了他的前男友洗手炖梨汤 和他前男友抱在一起亲热 是的 我知道温宇是他的前男友 因为那张脸 我曾在柳如烟空间的加密相册里见过 柳如烟似乎被弄得不舒服 他推开温宇咳嗽了两声 簇着眉音宁 温宇 你怎么还是和以前一样 你就不能尊重一下我吗 你不就喜欢我这样 温宇笑得很贱 跟着用手去描绘柳如烟的身体曲线 被柳如烟拍了手 装什么 你身上哪里我没见过 再说了 你把我带到你家 不是也不怕被你那个舔狗老公撞见吗 柳如烟切离的动作顿了顿 他不会撞见的 我在他手机上偷偷装过定位 刚刚他一直给我打电话 我查了位置 他在医院呢 在医院 你不担心他出事 他还能给我打电话 能出什么事 景浩没什么脾气 而且他离不开我 我随便找个理由挑刺 回头他还得哄我 这都行 果然是个舔狗 温宇大声吃笑着出了厨房 我在旁边飘着 心口闷得厉害 原来他早就知道我出了事在医院 可他依然选择把前男友带回我们的家 然后调不稳地炖梨汤 他似乎一点也不在意我 而我对于妻子的包容和爱 在他看来也是舔狗行为 沉痛两久 我收敛思绪到外面找嘟嘟 嘟嘟平时最喜欢在阳台趴着 可我回来这么久 却没看到他 客厅没有 阳台没有 洗手间也没有 嘟嘟能去哪 正疑惑时 紧闭房门的次卧传出一阵呜呜声 我带着疑惑穿墙飘了进去 只是在看到房间内的情形时 我猛了 嘟嘟竟然被人套上房窖嘴套 四肢被挤成一团 关在一个非常小的笼子里 那个笼子是嘟嘟被买来时装他用的笼子 非常小 只是和没买月的小狗狗 嘟嘟回来后就没用过 况且嘟嘟现在已经八个月了 看着嘟嘟憋屈委屈的模样 我立马去扣笼子门 我想把嘟嘟放出来 但我的手穿过了笼子 我愣了愣 再一次想起 我已经死了 我碰不到嘟嘟 也打不开笼子门 我生气地出去 问柳如烟 为什么把嘟嘟关起来 他听不到我说话 但听到嘟嘟呜呜的叫声 他不悦地嘀咕 就知道叫 没完没了的 真不知道井浩养他干嘛 整天弄得家里臭死了 我听着他的话 只觉得嗓子像灌了签 他忘了吗 嘟嘟是他买的 小时候我妈病死 大二时 一直疼爱我的爸爸 换一线炎 被后妈放弃治疗 自那以后 我就最害怕分离 知道要失去 我宁愿不曾得到 尤其像狗狗这种寿命 比人短太多的小东西 是他说 天天晚上做噩梦 想找个东西陪自己 然后带回了笔熊犬嘟嘟 柳如烟被吵得不耐 拿着刀进了刺卧 冲嘟嘟嚷 你就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吗 吵死了 他精致的小脸 露出嫌恶不耐的神气 很像和我说话的时候 柳如烟从刺我离开 我和嘟嘟留在房间里 像两只被抛弃的可怜虫 嘟嘟不知是不是能看到我 抬着头一直看向我的方向 呜呜哀鸣 没一会儿 外面响起柳如烟的尖叫 原来梨汤熬好后 柳如烟端着梨汤往外走 只是他对这样的事情太过陌生 碗还没端到温宇面前 人就摔了 伴随着一声惨叫 汤洒到他胳膊上 浩白的腕子红了一片 温宇跑过来 拉着他去冲冷水 但柳如烟的手伸到水龙头下面之前 他让温宇等一下 他很郑重地把手腕上的卡蒂亚手作摘了 这个动作似乎刺到温宇 在给柳如烟的手腕冲水时 阴阳怪气讲了句 挺好看的 就是不太像真的 他给你买的吧 你要喜欢 我送一个真的给你 轻挑的话语瞬间让柳如烟的脸变得潮红难看 但他却没讲什么 只是冲完水 他没带走那只手镯 两个人坐在沙发上讨论着等会出去吃什么 讨论了一会儿也没个所以然 柳如烟让温宇先看着 他去厨房收拾东西 他收拾了一切 包括那只被他丢在一边的卡蒂亚手镯 柳如烟把他和离皮一起丢进了垃圾桶 看着他的动作 我猛了 你做什么 我大喊着 下意识去捡垃圾桶里面的手镯 一遍遍用手去抓 但我碰不到 我心疼的滴血 那可是三万六千六百买的love 是我去年加班半年才攒出来的钱 当时我害怕买到假货 特意去卡蒂亚专柜给柳如烟买的结婚纪念日礼物 他就因为别人一句话 连求证都不求证就丢掉了 四年啊 柳如烟和我在一起四年 他相信过我吗 我冲出来想搬过柳如烟的身体 质问他为什么这么对我 可我的手再次穿过了他的身体 我碰不到他 我在恼火的咆哮 他在冲温宇温柔的笑 我不明白为什么 明明我和柳如烟刚在一起时 他不是这样的 我和柳如烟在一起 实际上是大三那年他倒追的我 彼时我是机械系没资格谈恋爱的书呆子 我爸过十一年 对我还算亲后的后妈也已带着弟弟改嫁 我能读书全靠助学贷款和奖学金 孤零零一个人活着 压力山大 柳如烟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追的我 他会积攒一堆连我手办迷的室友都买不到的手办 在我生日当天送给我 他会等新年终生 跟我讲第一句祝福 会在我打球时因为被别的女生偷看 而冠一肚子醋 掰过我的脸 说不许看那些女生 要看就看他 我始终记得 那天他站在夕阳余晖里 掰着我的脸的女孩 看我的眼神 决绝 又热烈 左胸口如雷鼓的心跳 不是假的 这样的女孩没人不喜欢 我也喜欢 但我爱不起 我是谁 我只是机械系空有戏草和学霸名头的孤儿 柯柳如烟是谁 她是艺术系美女 她家境富裕 生活阔绰 我兼职一个月的钱都不够她一天的花小 我以为她的喜欢不过是意识兴起 拒绝了她 大家各归各位 以后就互不打扰了 但她轰轰烈烈追了我一年 家庭原因 我从小患得患失又缺爱 柳如烟对我这样 实际上我是动容的 但凡哪天不理智 我都会答应和她在一起 可我不能耽误她 转机发生在大四那年 柳如烟家破产了 她爸跑路 她妈断了她生活费 她受不了打击 用最后一点钱去买醉 她室友打电话给我 拜托我去看看她 那天我去了 安慰了她很多话 可她只说了一句 你说的这些哄人不够 你做我男朋友才够 我破防讲了恩 她亲了我 然后她成了我女朋友 开始和她在一起 我总是跟着她的节奏走 我这个书呆子 没给人当过男朋友 也不知道别人 是怎么谈恋爱的 只知道自己的女人得宠着 只要她要 只要我有 后来 我帮她交了大四第二学期 学费生活费 她虽然还有些 以前的生活习惯 但变得节俭了太多 毕业半年多 她说想有个家 一个人住太孤单了 我们又顺理成章结了婚 生活踏实且幸福 可我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她会变成这样 柳如烟那边 不知怎么的 气氛似乎突然不对了 胳膊就烫了一下 用得着 用得着去医院吗 如烟 我现在很累很饿 我想先吃饭 温宇皱着眉 语气带着不耐烦 但她看到柳如烟的笑 将在脸上 又做出了让步 不然这样 吃完饭 我陪你去医院行吗 柳如烟的嘴角 才动了动 愣了声 别生气行不行 你不开心 我也会跟着难受的 现在外面天气了 我给你拿件衣服 你的行李丢了 短期内应该找不回来 该买新的也买新的吧 温宇伸手去拉柳如烟的手 只是还没碰到 柳如烟就转身进了卧室 温宇看着柳如烟冷淡的模样 神色越发烦躁起来 顺手从口袋抽出一支烟抽起来 柳如烟拿着衣服出来时 温宇正在吞云吐雾 他用手在鼻子前扇了扇 过去一把夺过温宇手中的烟 想找地方摁面 但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地方 他捏着燃烧的烟 似乎想到了什么 就那么正愣了许久 沉思什么 或许我可以猜得到 怎么没有烟灰缸 这个问题的答案 是有一年柳如烟得了过敏性咳嗽 任何一点刺激气味儿都闻不得 自那以后我戒了烟 家里也没烟灰缸了 他回过神来 突然对温宇很不满 嗨嗨 温宇 我跟你说过 我现在闻不了烟灰尔 而且你想害死我吗 烟灰尔最难散 要是锦浩回来 闻到烟灰尔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柳如烟 你现在是什么意思 又是让我尊重你 不让我碰你 又是帕奈的舔狗回来 闻到烟灰尔 他闻到就闻到 我特意回来找你 你是什么意思 你还想继续和他过吗 温宇疼得站起来 搬着柳如烟的身子 逼他看着他 五年前 你为了气我 去追我最讨厌的人 故意把我搜集的手搬送给他 故意给他送新年祝福 就为了截图气我 连跟他结婚 都是跟我赌气 逼我回来 一年前打掉他的孩子 不也是为了我 现在我回来了 你是什么意思 柳如烟被动看着温宇 眼神变得迷茫 温宇像被激怒了 忽然扣住柳如烟的后脑勺 稳住他 柳如烟想反抗 但他胶弱的身子 最终软在温宇强横的力道下 阴阴地哭起来 我默然地在旁边看着 只觉得我的世界 被彻底颠覆了 他们在说什么 我完全听不到了 柳如烟送我的手办 都是温宇不要的 柳如烟等着新年终生 第一个送我新年祝福 是为了截图 让温宇生气 柳如烟跟我结婚 是为了逼温宇回来 柳如烟一年前流产不是意外 她是为温宇主动打掉的 她不是在追我 她从来就没追过我 一直以来 我以为的幸福都是假的 原来我的存在 只是柳如烟和温宇 爱情游戏里的工具人 原来我所谓的爱情 只是自己虚构的梦 我在回头看柳如烟和温宇时 他们已经和好了 温宇在穿柳如烟给他拿的衣服 柳如烟说那件衣服 我从来没穿过 不是旧的 温宇坏笑着看柳如烟 说这种嘻哈风格 可不像那个书呆子会穿的风格 柳如烟说是他买的 温宇更乐了 又搂着柳如烟一阵轻 说宝贝你可真坏 把我喜欢的风格给他穿 拿那个田狗当我替身是不是 柳如烟嘴上骂着让温宇滚 身子却依偎在他怀里 两人恶心的模样 让我在空气中暴走 可哪怕我暴走 房间内的一切 依旧不因我而改变 我已经死了 柳如烟给温宇打扮好后 去了洗手间化妆 温宇看着他 关上了洗手间的门 跟着去了阳台 关上门压低了声音打电话 酒吧的房款卡蒂亚手镯 还有没有 明天让跑腿给我送个过来 前我转你 你确定不吊闪啊 听着温宇压低嗓音 讲电话的声音 我茫然地扭头看过去 愣了许久后 我突然笑了 柳如烟欺骗我的感情 算计了我四年 可他费了那么大代价 追回来的男人 似乎也不是那么简单 不知道温宇真面目的柳如烟 化了美美的妆 从洗手间出来 冲着温宇甜甜一笑 温宇出去 他却突然想起什么 让温宇等一下 跟着柳如烟去了次卧 抓着嘟嘟走到阳台 解开他嘴上的房窍嘴套 闲雾地把他丢进去 不给他放狗粮 温宇问 放什么放 我巴不得那条死狗饿死 天天被他吵死了 只有景浩拿他当宝贝 这次我决定三天再离景浩 就因为这条狗 柳如烟讲完 冷漠地锁上了阳台的门 我看着阳台上已经空了的盆 和只剩小半瓶的水瓶 急得大喊 不可以 嘟嘟三天不吃狗粮会饿死的 你不能这么对嘟嘟 柳如烟还是挽住温宇递过来的手 跟他一起出了家门 我飘过去拦他们 但他们从我的身体穿了过去 我阻拦他们摁电梯 我扯柳如烟的衣服 我冲他们大喊 依旧留不住他们 我无力地攥拳 眼睁睁看着他们越走越远 我只能返回去看阳台上的嘟嘟 可嘟嘟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是窝在他的狗窝 乖乖地待在黑暗中 看着外面的灯火 我守了嘟嘟一会儿 突然想到医院抢救的患者去世 医院联系不到家属 肯定会报警的 我飘去医院急诊科 企图得到一点关于我的消息 但我无法和医院的人沟通 只能通过他们的聊天内容 获取信息 只是所有岗位上的晚班医生和护士 都只有一个人 没有人聊天 我守了一夜 也没听到半点我的信息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七点钟 他们交班的时候 我听到晚上值班的某个护士 跟交班护士八卦 昨天下午出车祸去世 联系不到家属的那个男的 昨天警察来了解了情况 警察也打不通家属电话 不知道那个男的 要在咱们医院放多久 应该会很快拉走吧 警察昨天打不通 今天应该会继续打 现代人怎么可能 手机一直不开机呢 这倒也是 我听着他们聊天的内容很高兴 因为柳如烟走的时候 我看到他把手机带走了 我飘回家 柳如烟果然一夜没回来 而阳台上的嘟嘟早已被恶醒了 他跑到狗盆前不停地舔盆底 舔了几遍后 又趴到阳台的玻璃门上刨门 刨了一遍又一遍 静悄悄的房子里 无人回应他 他最终失望地回到窝里 搭了下小脑袋 我在旁边安慰他 嘟嘟 你忍耐下 马上就会有人来给你开门喂你吃的了 嘟嘟似乎听不到我说话 只是双目呆呆地看着外面 我陪着嘟嘟等着 墙壁上的钟表滴答滴答走着 我从上午7点10分等到中午12点 柳如烟始终没回来 柳如烟也没有去医院接我 因为我又去了医院的太平间 我的尸体依旧躺在那里 柳如烟怎么回事 他还不知道我死了吗 我又飘回家 嘟嘟又在刨门 但他的力气明显比早上大多了 他急得转圈圈 然后去撕咬他的窝 装水的水瓶 他变得很暴躁 嘟嘟 你先喝点水 节省点力气 你越闹越饿 我安抚着嘟嘟 但嘟嘟听不到我的声音 依旧在暴躁地咬东西 我急得飘出去 看到外面的路 我又一片茫然 我不知道柳如烟去了哪里 可就算知道 我也没办法和他沟通 我无力地飘回去 不经意间 眼睛却撇到餐桌上 一枚不起眼的小东西 是一枚电话卡 柳如烟的电话卡 柳如烟带走了他的手机 但摘了电话卡 我再次在空气中暴走 阳台上的嘟嘟饿的 开始嗷嗷叫 每一声都像在我心上闹 我从没有觉得这么绝望 难道我要眼睁睁 看着嘟嘟去死吗 不 我不要 我飘到了管辖 我们这里的警察局 想看看他们 为什么还没联系到柳如烟 可我听到局里 负责联系我亲属的人员抱怨 真是见了鬼了 这个警号的家属 怎么就这么难联系 他没别的亲属就算了 他老婆也是奇葩 电话关机 社区上门两次找不到人 工作的画廊也不开门 这么难 可不是吗 我们得实地走访找人了 我一听高兴起来 他们只要找到柳如烟 或者去我们家 嘟嘟说不定就有救了 我跟着两个警察去了我家 他们敲门时 阳台上的嘟嘟听到动静 立马爬起来大叫 他的声音那么渴望 但阳台门和户门的封闭性很好 阳台离户门又太远 两位警察只能听到轻微的狗叫声 并没有在意 他们等了许久 见没人开门 在门上贴了张纸条 跟着去敲对面邻居的门 让他们看到柳如烟回来 也联系他们 然后离开了 我拦不住 留不住 阳台上的嘟嘟听到远去的脚步声 也彻底急了 他封了班用爪子刨玻璃门 发疯的大叫 没有人救他 我在屋里守着嘟嘟 我看着他的身体因为缺水缺粮 一点点衰弱下去 像我在警察局听到的那样 第三天真的有社区的工作人员来敲门 嘟嘟听到靠近的脚步声 他疯狂地求救 但外面的人听不到他的声音 我看着嘟嘟一次次抱起希望 又一次次失望 再到后来 他甚至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了 只是虚弱地喘着气 趴在被他咬的遍地狼藉的地上 生命在嘟嘟身上流逝得越来越快 我的眼睛湿了一次又一次 我再不敢看嘟嘟的样子一眼 但是最绝望的时候 家里巴搭一声被打开 柳如烟回来了 温宇强横地把柳如烟推进门 柳如烟脸色横横的 你这女人还真是又当又理 口口声声说爱我 却要和景浩在一起 说什么你和读书的时候不一样啊 爱别人太累 在你爱的跟爱你的之间 你会选爱你的那个 温宇我这么爱你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怎么对你 我有钱的时候对你不好吗 现在我落魄了 你既然爱我 帮帮我不行吗 难道你对我的爱还不值三十万吗 温宇讲着 颠了颠手里的卡蒂亚手镯 这个镯子算利息 剩下的三十万赶紧找到密钥转我 我警告你 别耍花招 你这两天跟我干的事 我都录下来了 你要是敢报警 我就让认识你的人 都知道你干过什么 你要是不想身败名裂 不想跟你老公撕破脸 就老老实实按我说的做 温宇 你怎么能这么卑鄙 柳如烟脸被气得怒红 不分骂道 温宇却一巴掌将柳如烟抽翻在地 别TMBB 我这两天陪你演戏很累了 赶紧拿密钥转钱 柳如烟白皙的皮肤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红 他捂住脸 难以置信地看着温宇 这些年我对柳如烟太好 没让他受过一点委屈 突然被人打耳光 想必他身体和心里受到的伤害都很大 但他怕温宇再打他 爬起来进了房间 这一幕让我觉得很戏剧感 之前还亲亲握握的两个人 竟然变成了仙人跳 但我想到自己两天前的心情 心里忍不住生出丝丝爽感来 只是我也没开心多久 因为嘟嘟还被困在阳台上 嘟嘟显然也听到了二人的争吵 他趴在玻璃门上 用沙哑的声音嘶叫 虚弱地挠着门 里面的柳如烟和温宇 都听到了嘟嘟发出的声响 但他们为了更重要的是 没人理嘟嘟 柳如烟那边 已经从房间出来 不情不愿地开口 钱转过去了 温宇打开手机 登陆手机银行 看到余额30万0183.27后 他走到沙发前 大喇喇坐了下来 如烟 你果然还是最爱我 柳如烟默然站在原地 沉默良久才开口 温宇 人可以富可以穷 但你的人性为什么会变 难道你以前 对我的温柔和深情 都是装出来的吗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柳如烟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温宇把手机收起来 怜悯地看着柳如烟 柳如烟没说话 温宇就自顾自讲起来 我呢 从小不爱学习 但我老子喜欢 他为了自己开心 就逼着我上学 上完初中又上高中 上就上吧 本来也没什么 高中混三年就过去了 可谁知道 我高中碰上个温神 我上学迟到半夜翻墙 被老师逮到 老师都会给我爸一个面子 放我走 可偏偏有次纳的温神执情 死活给我寄过 害我被全校通报 又被我老子骂 纪律上他跟我过不去 学习上他也不让我好过 我上到那个高中 我老子以前是校董 他盯那些好学生 盯得跟他眼珠子一样 尤其是那个温神 我老子最爱拿我和他别 说什么人家是重组家庭 人家家里条件艰苦 可人家却拼了命地学习 他把最好的一切都给了我 为什么我不学 你不知道 上学的时候 我听到那个温神的名字 饭都吃不下去 但他就是对我阴魂不散 高三那年 我第一次喜欢一个姑娘 追了好久 跟人表白了 可人拒绝了我 好久之后我才知道 我喜欢的姑娘 一直爱恋别人 就是那个温神 当时我恨他恨得要命 知道当天 我就带人去把他打了 还把他手机抢了 原本我打算 把那温神的手机扔了的 这人防我 跟他沾边的东西 我都不想用 不过我想扔的时候 他的手机进了一条短信 是个连备注都没有的人 发来 悦纳温神见面的消息 我当时只是出于好奇 翻了下聊天记录 但就是因为翻看了他的手机 从那天开始 我转运了 因为通过手机短信里的 聊天记录 我发现那个书呆子 竟然在一年多时间里 一直跟一个被亲生母亲 送到继父床上 被继父强奸的陌生女孩 在互发短信 他一直在安慰那个女孩 还为了保护那女孩的自尊 俩人从没交换过个人信息 你知道吧 十年前大家用的基本都是不记名卡 于是那天我成了那个手机的新主人 她抢了我喜欢的姑娘 我也要抢走那个温神的 柳如烟 其实你挺专一的 十年前跟十年后 喜欢的是同一个人 你说我对你温柔深情 其实不是 我对你从头到尾都没用过真心 因为我是冒名顶替的那个温神 你被我耍了十年 哈哈哈哈 温宇越说越得意 最后忍不住笑起来 但柳如烟的脸色 从最开始的茫然 在听到聊天记录那里时 逐渐褪去血色 变得苍白不堪 你以前总发消息 问我为什么离开你 我从没告诉过你 因为你很烦 我玩腻了 自然不想要了 但是柳如烟 你比我想得绝 在知道你和那个温神同校后 我就跟你骂了他几句 你却为我去骗了他五年 让他死心塌地爱上你 然后你又绿了他 哈哈哈哈 今天高兴 告诉你这么多 算对你三十万的回馈吧 温宇讲着 走过去拍了拍 柳如烟苍白的脸 我先走了 你记住 好好和景浩在一起 后面有需要再来找你 想着我 柳如烟依旧呆愣愣的 只是在温宇拍他脸的时候 眼泪突然掉了一滴 我听完温宇讲的故事 也回想起丢手机 以及高二高三两年 一直安慰一个 想自杀的陌生女网友的事 高中时 我一心读书 对学校的事了解并不多 当时被人打我 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 只当时碰到小混混 告诉老师后 也报了警 但后文也没关注过 至于当初 那个想自杀的女网友 我当时 只是出于人道主义 不想看到一条生命 白白牺牲 后来丢了手机 我还为他担忧过好救 就怕他再想不开 但如今知道 我曾经温暖过的人 是骗了我五年的柳如烟 这感觉 让我觉得像吞了苍蝇 恶心 简直恶心麻了 早知道 当初救的会是这样一个人 打死我都不会劝一个字 柳如烟不知在想什么 发了许久呆后 突然爬起来 跑到餐桌前 抓起上面那张电话卡 颤抖着手 找针把卡装上 手机开始识别电话卡 他又颤抖着手 打开微信 找到我的头像 给我发消息 老公 我想吃肉蟹包了 我飘在上面 静静看着柳如烟 以前他因为一些 鸡毛蒜皮的小事 和我吵架 事后和我冷战 关机完失踪 如果我找不到 他不哄他了 他就会用提要求的方式 跟我和解 这么多年 不管他错得多严重 多离谱 他永远不会跟我说 一句对不起 道歉 一直是我的专利 柳如烟消息刚发出去 他的手机 就叮咚叮咚地响起来 手机系统识别电话卡成功 过去两天的短信 和未接来电 一条又一条的开始显示 柳如烟女士 你的丈夫警号 在24日下午4点 遭遇严重车祸 在送到市人民医院 抢救无效后死亡 目前尸体停放在医院太平间 医院多次尝试联系你无果 请你看到短信后 立即前往医院 领取你丈夫的遗体 七桥分区派出所 柳如烟女士您好 我是七桥社区委员会朱翠红 经七桥分区派出所工作人员反馈 您的丈夫警号先生出了意外 在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 需要您到医院带走您丈夫的遗体 如您看到消息 请及时前往医院 如烟 刚刚警察局给我打电话 说你老公去世了 但是联系不到你 你该不会也出事了吧 柳如烟 你都已经嫁人了 你自己的事能不能自己处理 死了老公还要让警察通知我 管你的破事 一条又一条的消息 无数的未接来电 涌入柳如烟的手机 啪的一声 柳如烟的手机掉到地上 他手忙脚乱地抓起手机往外跑 在跑到门口时 他似乎想起什么 右折回来打开阳台上的门 他想弯腰去抱嘟嘟 可嘟嘟没等他弯腰 就洒腿冲进了卫生间 他扒拉开马桶盖 疯狂地舔马桶里的水 家里马桶已经两天没用过 里面泡了蓝泡泡的水 已经非常浓 可嘟嘟却毫不在意 我看着嘟嘟的行为 心脏像被人狠狠掐住了 柳如烟跟进来 看到嘟嘟在喝马桶水 上去揪住嘟嘟的脖子 大声质问他在做什么 骂嘟嘟主人都没了 怎么还有心情喝水 他根本不记得 他像得了老年痴呆症一样 完全不记得自己之前 想饿死嘟嘟 嘟嘟已经两天没吃没喝了 走 跟我去找你爸爸 你爸爸最喜欢你和我了 他看到我们会 柳如烟讲着讲着 哽咽起来 然后抹干眼泪 搂着嘟嘟下了楼 我一遍遍说不 我最想要的不是见嘟嘟 我最想要的是嘟嘟活着 柳如烟当然听不到 他依旧带着嘟嘟到了地下停车场去开车 他把嘟嘟扔进去 在准备发动引擎的时候 嘟嘟发现车里没吃的 彻底暴怒了 他一爪子挠到柳如烟脸上 从他面前跳车跑了 啊 伴随着惨叫声 我看到柳如烟的脸被嘟嘟抓花了 很深的挤到口子 真的是危及生命 才会有那么强的爆发力吧 毕竟 嘟嘟一直以来都是个温顺的小东西 我能料想到柳如烟看到我的尸体 搂着我哭的情形 想想 就觉得恶心 我不想恶心自己 我选择跟着嘟嘟 我跟着他飘到小区的垃圾桶旁 看着他在垃圾桶里嗅来嗅去 跑到别人吃不完的外卖盒 他的嘴巴从盒子侧边进去 舔里面的汤水 那份外卖似乎很辣 嘟嘟舔了两口就咳嗽起来 然后他又找到半块炸鸡 这才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我看着他吃那些并不新鲜的东西 看着那些发酸发臭的汤水 弄脏他血白的毛发 心脏像被泡过的海绵 长得厉害 可我又不得不承认 可似乎这样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不是吗 比起和柳如烟待在一起 这样至少嘟嘟可以活着 我看到柳如烟脸上包扎着绷带 带我的尸体去了殡仪馆火化 我的尸体被推进火炉的那一刻 柳如烟仿佛一夜之间爱上了我 扑上来想挽留我 却被工作人员拉了出去 不 不要 我还没有告诉他一切 景浩 你再给我个机会 再给我点时间 你能不能再睁开眼睛看看我 不该是这样的 不该是这样的 老公 我错了 他哭得几乎断气 殡仪馆看到的人 都议论他和我可歌可泣的爱情 说他送自己老公走多可怜 但我冷眼旁观 甚至觉得有点恶心 我活着的时候拿我当舔狗 死了在这眼深情给谁看呢 他的身世确实可怜 可那些捅向他的刀子 我没助力过半分 而他却用他的不幸伤害了我四年 在伤害完我后 又见兮兮地跑我面前上演深情 难道不知道 时来的深情比草剑 如果可以 我想他死 嘟嘟活着 可他如今被人称颂对老公忠贞 我的嘟嘟却在啃垃圾 怎么想都觉得好气 后来 柳如烟给我办了追悼会 请了很多很多人 以前和我在一起 他什么都想低调 甚至我们结婚 都没几个认识他的人出席 我飘在半空之中 突然觉得好讽刺 原来他是可以请到这么多人的 我的骨灰坛被他放进刊位时 我看到他亲吻我的骨灰坛 还用只有我们两个 能听到的声音悄悄哭泣 锦浩 其实我早就喜欢上你了 只是我一直不敢对自己承认 我好傻 为什么现在才知道我失去了什么 你走了 我怎么办 呦 我要是活着 你以为你还能再有机会亲我 因为想报复一个人 就选择以欺骗的方式 去伤害另一个人 还践踏对方的真心 这样扭曲的心理 即便在可怜的身世 我也同情不起来 更遑论我是被他伤害的当事人 但柳如烟哭晕了 他的白裙子上染了血 医院的医生告诉他 他怀孕了 又流产了 医生出去后 柳如烟崩溃地踩自己的头发 打自己的身体 在病床上厉声尖叫 为什么 为什么一点他的东西都不给我留 我在边上看着 只觉得心里沉甸甸的 那也是跟我血脉相连的孩子 我还记得上次柳如烟流产时的心情 沉闷到想爆炸 但这次我很快就释然了 孩子没了也好 他连个狗都养不了 又怎么养的好孩子 他生下孩子 只会造孽 从医院出去 我又去看了都督 都督似乎适应了流浪狗的生活 他还交到了很多流浪狗朋友 都督长得漂亮 性格又好 果然到哪里都受欢迎 柳如烟本来脸就毁容了 孩子没了后 他似乎有些魔症了 经常在房子里喊我的名字 喊完就一下子愣住 然后搂住我生前用过的东西 就开始哭 他还经常把自己泡在画室 画我的脸 一张又一张 但每一张他都不满意 生气地撕掉 他总是重复这么几句话 不像 不像 为什么不像 我为什么画不出你的样子 景浩 你是死都不愿意见我了吗 我在旁边回答 是的 我还记得 我生前问他为什么不画我 他说他不会画人像 但后来我在他的画室 看到了温宇的画像 很多张 他当时骗我说是顾客定的 然后我就再也没见过 他真的 没跟我说过一句真话 后来 温宇打过几次电话给他要钱 拿他和他继父的事情威胁他 拿自己和他亲密的视频威胁他 柳如妍给了几次后 已经彻底没钱 连房子都抵押出去了 其实飘着的日子无聊 我也了解了温宇的情况 温宇他爸被送进去后 他就迷上了赌博 有多少钱都给人家送了 借了很多贷款 被人追得东躲西藏的 但又手痒得厉害 卖了腰子去赌 反正就挺惨的 都都十二岁的时候 不知怎么的 有一天他流浪到了墓地 他经过我的墓碑 看到了我的照片 彼时已年迈的他 在墓碑前待了许久 似乎在思考什么 然后突然兴奋地向着孩子 他蹭着墓碑嗷嗷直叫 一遍又一遍地填我的照片 我似乎能听懂他的声音 他似乎在喊 是主人是我的主人 我红着眼睛抹着泪 忍不住象征性地用手 捏他可爱的小耳朵 就他身上的毛毛 我的嘟嘟 这是我的嘟嘟啊 是我唯一愿意留在人间 不愿离开的原因 自从找到我的墓地 嘟嘟就在那里安了家 他出去找吃的 不管多远 不管刮风下雨 晚上都会回来守在我身边 我看着很心疼 他年纪大了 腿已经不方便了 可下暴雨的时候 哪怕淋着暴雨 也要依偎着我的墓碑 我的嘟嘟 我好心疼啊 可我死了 我拦不了他 嘟嘟守着我的墓碑 我也守着他 就这样过了一年 嘟嘟趴在我的墓碑前死了 我看着他闭上眼的那一刻 一条年轻的嘟嘟 突然窜进了我怀里 和我抱在一起 他疯狂地舔我的脸 兴奋地直叫 就在同一天 温宇和柳如烟要钱时 柳如烟在车上装了炸弹 趁温宇上车时 引爆了汽车 然后柳如烟和温宇看到了我 柳如烟很高兴 自我感动地扑过来想抱我 被我躲开了 我只是带着嘟嘟往前走 准备和他一起去新世界 有时候 狗狗比人真诚多了 全文完 全文完